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对用户举报的情况 第一时间采取相关措施 并且支付宝还会通过各种方式向平台上的用户进行风险防范教育 提醒用户不要被各种虚假宣传所欺骗 进行虚拟货币交易的风险 避免可能遭遇的损失 8月23日 腾讯方面曾表示 在支付渠道上 针对虚拟货币违规行为的措施包括限制平台收款账号的收款功能 限制个人卖家账号的收款额度等 目前已完成所有使用商户号 进行虚拟币交易的清理 上阵报远远国家库联网金融风险 专项整治小组办公室等 为巩固专项整治工作成果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下一步相关部门将进一步采取针对性清理整断措施 1.对124家服务器设在境外 但时致命向境内居民提供交易服务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网站 采取必要管控措施 下一步将加强监测 实时封堵 2.加强对新摸牌的境内ICO及虚拟货币交易相关网站 公众号等处置 3.从支付节算端入手 持续加强心理整顿力度 对此 总监支付有限公司产业金融事业部业务总监严利东认为 本次整治相当于监管机构 给出第三方支付机构 一个明确的指导意见 从以前的窗口指导意见 到现在很明确的告诉第三方支付公司 不允许为虚拟交易场所 提供支付交易解算服务 本文来自华尔街建文 作者黄黛玉 原标记两大巨头旗出手 腾讯之后阿里也开始限制虚拟货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来自华尔街导意的支持 提供